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进一步说了 他把这个东西进一步又推广了 他说 Every solid object will reflect a sound varying according to the size and nature of the object 他不光是能够探测这个深度 甚至能够探测运动的东西了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每一个固体都会反射声音 根据它这个尺寸和固体本质的性质不同 它可能有所不同,有所差异 这个逗号之前呢 可以看到句子主干结构 每一个固体都会反射声音 后面这个varying according to 可以看到固定的一个细语 叫因什么什么而异 可以看到固定的细语了 本分中是因这个物体的尺寸大小 和它的本身的属性而有所变化 这反射的模式也不一样 是这么一个 所以这句话中有一个固定搭配 请大家把它背下来 叫varying according to something 根据什么什么而有所不同 根据什么什么有所不同 vary according to 而且经常可以用在 非位于搭配里面 这是固定搭配 是固定搭配 我们看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每一个退休工人 都可以得到一笔退休金 退休金用pension就好了 根据他的职务post 还有工作年限 working period 而有所不同 咱们每个人拿的退休金 不可能一样啊 你给社会做的贡献不一样 但你的职务越高 可能你的退休金越多 你工作年限越久 退休金越多 咱们先陈述这个事实 每个退休工人 都能到的一笔退休金 every retired worker can receive a pension 然后背一背 varying according to his post 职务 and working period 工作年限 好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句子 every retired worker can receive a pension varying according to his post and working period 这个varying according to 做固定搭配 是根据什么什么 而有所不同 这个搭配 可以把它背起来 好 那么下面就进一步说了 你看 我们不光能探测海底了 是能用它来抓鱼了 a solo fish will do this 一群鱼也会做相同的事情 鱼也是固体 对吧 鱼也会做这个 do this do this 代替前面出行的动词段语 本文中代替什么呢 是不是一群鱼 也会反射声音 也会根据鱼群的 这个规模 和它的性质不同 而有所不同 如果写完呢 是这么复杂的一个句子 什么应该是这样呢 a solo fish will reflect a sound varying according to its size and nature 对吧 根据鱼群的规模 和鱼群的性质不同 什么样的鱼 它反射的声音也不一样 整个这个黄颜色的 咱们用一个do this 就代替了 它有上文吗 下文可以变得更简洁一些 好 我们说了 so it is a comparatively simple step from locating the sea bottom to locating a solo fish 因此啊 从确定海底的位置 到确定一群鱼的位置呢 只有相对比较简单的一小步 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呢 我们测海底的深度 从使用性不是那么强 但捕鱼可很重要 天天吃鱼嘛 comparatively 翻译成relatively相对 comparatively simple 就相对比较简单 对有些人来说 可能比较复杂 但这儿呢 相对是简单的 而且我们这个搭配 可以背起来 it is a comparatively simple step from a to b 从a到b 只有相对比较简单的一小步 对吧 相对简单的这么一步 你可以这么说 甚至有的时候 可以把它变得更通俗一点 这个结构 一个像固定搭配 it's a small step from a to b 从a到b 只有一小步 这迈出一小步 就a 整个变成b了 从a变成b 只有这么一小步 这一小步呢 在这个 尼尔·阿姆斯特朗 在登月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出现这个small step 这是美国著名的 工信宇航员 第一个登月的人 他脚第一步踏上月球时 说了这句话 传到了电波 传到地球 成了名句了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Giant leap Leap表示一个跨越嘛 用力往前蹦 a small step 一小步 从a到b 只有一小步 It's a small step from loving a man to hating him 从爱一个人 到恨他 只有一小步 爱很容易变成了恨 但是呢 你看这个里边 总觉得虎头首尾的 爱恨太简单了 咱看能不能把尾巴加重一点 爱之身 恨之切 It's a small step from loving a man to the bone to hating him to the core 诶 这话更形象一样 而且后面呢 可以把尾巴加重 避免头中脚筋了 从爱一个人 爱到骨头里 到恨一个人 恨到心里 只有一小步 爱之身 很容易变成恨之切 但是这个爱恐怕是自私的爱 无私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这个父母亲对孩子的爱 就是没有条件的 上帝对人类的爱 可能也是没有条件的 所以这个爱变成恨 这个爱可能是自私的 为什么 我爱你 你得给我这个东西 你不爱我 我就恨你 这个爱有点自私 但确实 从A到B 只有一小步 这个句型 可以记住 后面进一步说了 你看我们就用它来捕鱼了 作者这个科普问题写的是 循序渐进 描述的特别好 他说了 这个咱们先看语法成本分析 前面这两个 with引导的介次短语 在句中 可以看作是壮语来用 可以看作是方式壮语 随着经验的积累 并且使用着改良后的 这个设备 机器 it is now possible 这个it is now possible 现在是可能的 前面这个it 明显是形式中语 什么现在是可能的呢 从not开始 一直到句末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整个是真正的一个主语 真正主语是用的 动词不定是 not only to do 后面还有呢 这个but to do 不但是a而且是b嘛 这个两个动词不定是to do 是真正主语 这是可能的 不但能够确定一群鱼的位置 甚至还能分辨出来 后面那个黄颜色是牵套在动词不定式内部的一个宾语从句 做动词tel的宾语 if and is if 是否呢 它是雪鱼是飞鱼 还是其他那些著名的鱼 通过什么呢 通过回声的模式 这个by the pattern ifs echo 这个斜体字 又是牵套在这个这个整个的 动词不定式 真正主语里面的一个方式装语 通过回声的模式 我们可以分辨出来 它是雪鱼飞鱼 还是其他著名的鱼 所以整个这个 这个句子主语太长了 从那开始到句末主语太长了 把它放到句末 避免头重讲性 逐语为止 用着形式逐语 这个是把这个语法分清了 但是我们这里出现个重点 就是那个with experience 随着经验的积累 大家注意这个翻译啊 随着经验的积累 这是个习语 with experience 这个答案背起来 而不要再把它写成 with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随着慢慢积累起来的经验 这是坠词了 为什么呢 因为with experience 本身已经有固定的这个含义了 随着经验的积累 accumulating再写 这个搭配就不好了 啰嗦了 正如with time 就逐渐的慢慢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就不用再说with passing time 废话了 with time本身有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with seasons 叫随着季节的更替 咱们说过 birds migrate with seasons 这些鸟呢 随着季节更替会迁徙 就不用说with changing seasons 随着变化的季节用不到了 它本身就表示随着季节的更替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同学 往往会写出这些坠词来 这多余的字 这个咱们写作能处于避免 这个只能靠平时慢慢积累了 你看著名的翻译学家 William Strong Jr. 说过这么一句话 vigorous writing is concise vigorous是生动有力的 vigorous本来词是生气勃勃的 精力充沛的 这生动有力的写作 是简洁的 concite的简洁 一个句子 不应该有任何多余的字 一个paragraph 一个段落 不应该有任何多余的句子 出于同一个原因 一幅绘画 不应该有任何多余的线条 一台机器 不应该有任何多余的零部件 咱们看到能不能做到 文章中没有废话 没有多余的字 他这句话教育我们要简洁 如果这句话本身说的啰嗦 就很搞笑了 这句话本身就很简洁 你看 这个前面说 一个句子不应该有任何多余的字 这个简单 一个段落 不应该有任何多余的句子 这个分句中没有微动词 为什么呢 前面出现过呀 被省的是什么 paragraph should contain no unnecessary sentences 那个should contain 在这被去掉了吧 并论句说有了 再跟后面句 出于同一个原因 一幅绘画 不应该有任何多余的线条 一个机器 唯有没微动词 来省得的是 should have 一个机器不应该有 a machine should have no unnecessary parts 在不引起起义的情况下 重复内容被省略了 这个是没有多余的字 咱们看几个 咱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坠词 你像 这个搭配是正确的 正义事业 the cause of justice 正义事业 但这个表达就不好了 the cause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国家统一事业 国家统一大业 为什么呢 咱们应该去掉 这个the cause of 为什么 正义是个抽象的概念 正义事业 得加the cause of 但国家统一 本身就是个事业 国家统一事业 这个事业 这属于追词了 直接可以用 national reunification 就好了 就不用这么说了 再比如说 the caus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不用说the cause of 为什么 社会主义建设 它本身就是一个事业 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事业 中文中可以 但英语中属于追词 但是正义 它可不是个事业 正义是个抽象的概念 正义的事业 这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这个非常容易 中国同学出追词 因为在中文中 我们是麻麻糊糊糊的 我们再看一些简单例子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速度 很多人写成了 accelerate the speed of economic reform 这个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accelerate这个动词 本来就是加速的意思 加速什么什么的速度 这是废话了 依然得去掉这个 the speed of 划横线的部分 是对此得去掉 直接说 accelerate economic reform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速度 因为它本身 accelerate就是加快速度的意思 这个很容易错 我们再看几个 容易说得啰嗦的句子 你看这句话 the captain knew that his attempt would not be the only attempt 这个船长知道 他的尝试将不会是唯一的尝试 这个语法和词法都是正确 但是句子太啰嗦 为什么呢 你看来回来去 重复出现这个attempt 太啰嗦 有的时候我改一下 我们老师说过 第二个可以用one来代替 the captain knew that his attempt w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这个词避免重复了 但还是啰嗦耶 一个词没少啊 该啰嗦还弄什么啰嗦 没变化 咱最后面的更简洁一点 the captain knew that his would not be the only attempt 词his 非bhis 为什么 上面两个his 是形容词形容入代词 最后这个his 是名词形容入代词 它就相当于his attempt 为什么不用写attempt呢 后面有attempt 前面再写就废话了 直接用名词形容入代词 代替his attempt 这个端语 你看我们另外一个句子 也是这样的 你看莎士比亚说过这么句话 我们的时代是个悲剧的时代 中国同样容易写成 our age is a tragic age 但是我们看 如果原文这么写的话 这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句子太啰嗦了 有的人能改成one呗 our age is a tragic one 还是啰嗦 怎么改呢 按照刚才那个逻辑 是不是前面可以用 名词形容入代词吧 后面都有这个age这个词了 前面就不用再用age了 怎么改呢 沙翁原文是这么写的 ours is a tragic age 但翻译成中文 依然是我们的时代 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但英语中确实比中文 要更为简洁一些 咱们记住 在写作中 brevity is beauty 简洁即是美 不要有多余的废话 写不写效果一样的 那就是废话的 这句话本身就用着修词 brevity is beauty 用到咱们以前说的all iteration 用头韵或者手韵 两个单词翻译 好 咱们记住啊 尽量不出现这次 那么随着经验的积累 还有后面 and with improved apparatus 有的这啰嗦了 为什么呢 你前面出现with了 后面就不用再写with improved apparatus 为什么又加with呢 因为两个with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第一个with experience 是固定搭配 随着经验的积累 这是固定的用法 但是本文中这个with improved apparatus 这个with不是随着的意思 大家反正使用着 并且使用着 经过改良后的 这个仪器设备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的improved 是改良之后的 你怎么能说 随着改良之后的设备 如果是随着 应该有improving 随着仪器渐渐的改良 这可以 improved过去分子是个结果了 所以这个with是使用的意思 这两个with不一样 当然不能省略了 是不是翻译成 随着经验的积累 并且使用着改良后的仪器设备 这个时候就通顺了 这个第二个with跟第一个不一样 就不能省略了 省略不能出奇异 比例怎么样呢 it is now possible 咱们说了 it是形式主义 这是可能的 什么是可能呢 后面的阿诺开始到 拒末 动词不定式 两个并列的是真正主义 不但能够确定鱼群的位置 而且能够分辨出来 它是学鱼飞鱼 还是其他主公的鱼 这个tel再者是分辨 咱们在前面说过 分辨也可能 distinguish differentiate等等等等 百分钟可以替换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species of fish 分辨不同的鱼的这个类型 species可以表示 这个动植物的物种 分辨不同的鱼的种类 distinguish也是分辨 跟tel类似 species单负同行 英国人多都是species 在美音中 两个声音都会听到 species 有相当多的美国人 都是species 都行 都对 好 就说这个更进一步了 你看 我们不光能够 这个确定海底的位置 还能够找到鱼群 甚至通过回声就能判断 究竟是哪一种鱼 后面说了 通过回声的模式 by the pattern of a cycle 这个by 这里翻译成 according to 根据它是借词 根据的意思 我们接着说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根据您的表 现在是几点呢 it's four o'clock by my watch 根据我的表 现在是四点 这个by是根据 according to 这个意思 表示这个含义的时候 咱们的心肯定 三册第十课就出现过 咱们回顾一下 三册第十课里的句子 泰坦一号的沉默 even by modern standards the 46,000 ton titanic was a cluster ship 甚至根据当代的标准 这个四万六千吨级的 泰坦尼克号 也算得上是一艘巨轮了 更何况在当初呢 这个by并不是用某个方式手段 而是根据 according to 这个意思 本分钟就根据回声反式回的模式 甚至能判断是哪一种鱼 好 这个第二段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